8月21日,由中国移动香港、中国移动广东、澳门电讯和广东省通讯行业协会四间机构共同倡导的大湾区5G产业联盟在香港正式成立 5G联盟将加强粤港澳高清技术企业紧密合作、推进产业协同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群 共同构建、资源分享、互助共赢的5G生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群的创新发展,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与四间机构代表出席成立仪式 梁振英表示,近一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透过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及连堂口岸等基础建设项目加强了联系 而5G技术也是协助大湾区内互联互通的重要手段 大家成立这个大湾区5G产业联盟,我们有两个跨越,一个是跨越地位 香港、澳门和广东的9个大湾区城市如何合作,这是跨地位夹作 另一个就是跨产业夹作 通讯也是互联互通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所以在有了5G技术,有了5G的应用之后,我希望香港、澳门之间 香港、澳门的两个特区和广东9个大湾区城市之间 能够做得将connectivity这个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大湾区5G产业联盟荣誉会长,中国移动香港董事长李峰表示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 已经有80个来自大湾区内各行业的公司加入联盟 他对此感到无比振奋 联盟将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在全社会推广5G技术 同时也会为青年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助力有志青年梦园 5G家的时代,不仅为产业与城市带来变革 也为当代青年带来新的发展的空间 5G家将对未来的科技与产业产生巨大的变化 对青年来说,自主创业是自主创业的绝佳的机会 我们联盟将通过举办比赛、浮华项目等多种形式 搭建发展创业的平台 帮助有志于持的青年人实现自己的梦想 让青年人看到未来的希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